請各位同學翻到103頁 我們今天把所謂的代議民主的特徵 最後呢做一個結束 這邊先有一點點的補充 就是103頁我們上個星期呢 討論到代議民主的特徵 其中有一個叫政治平等 那政治平等當然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做了一些補充的介紹 那上禮拜曾經談到 一般來說所謂的政治平等呢 是指著所有的成年人 都具有相同的機會 來參與到政治事務裡面 那這邊所謂的成年人 一般的慣例都是指的是18歲為成年 那時候我們曾經說過 台灣目前的20歲在全世界而言的話 算是比較罕見的狀態 那18歲的成年並非民主先進國家的專利 而是目前整個世界性的趨勢都是如此 那麼我這邊特別查了一個資料呢 來提供同學們做一個參考 在所看到的226個國家或地區裡面 有行使選舉的國家或地區 目前投票權似乎有逐漸 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 那麼比如說現在已經有7個國家 投票年齡是16歲 16歲包含了我舉幾個代表性的國家 例如說像是奧地利 像是古巴 巴西 還有尼加拉瓜 這些國家 目前的投票年齡已經降低到16歲 那麼也有少數國家呢 投票年齡是17歲的 像是我們比較熟知的像是印尼 印尼 那麼像是東帝問 這些國家的話投票年齡是17歲 當然絕大部分的國家 全世界超過將近85%的國家 投票年齡大概都是定為18歲 像我們所熟知的 幾乎現在所有的歐美民主先進國家 大概都是18歲 包含了中國大陸等等 投票年齡現在也都是18歲 所以我說過這並不是一個民主先進國家的專利 如果你認為說台灣的投票年齡不宜降低 是因為那是民主國家 他們公民比較成熟 台灣並不如此的話 其實這並不是一個所謂的 這個完全正確的argument 那麼也有很少數的國家 投票年齡是19歲 比較著名的像是南韓 目前韓國的投票年齡是19歲 也比我們台灣的來的低一點 目前有四個國家 投票年齡仍然維持在20歲 比較少見 這四個國家我都查出來了 分別是台灣 日本 還有圖尼西亞 以及諾魯 這四個國家 投票年齡是維持在20歲 那麼也有一些國家投票年齡是21歲 那麼當然最年長的是這個25歲的投票年齡 我國 那麼台灣的話是在日本時代的話 投票年齡也是25歲 當然現在隨著這個民治已開 所以目前中華民國憲法規定是20歲 那麼目前唯一維持25歲的是叫做烏茲別克 烏茲別克的國家投票年齡是25歲 當然我們知道呢 可以看得出來 投票年齡18歲的話已經是8成以上的國家 大概都是如此 那如果是20歲之下的話 20歲之下就是投票年齡比台灣來的更低的話 大概已經超過9成了 超過9成的國家投票年齡都是低於20歲的 這是目前的整個世界性的趨勢 提供同學做一個參考 那台灣投票年齡是不是要降低 我想如果以後還有機會休憲的話 其實很難啦 那如果以後還有機會休憲的話 我想投票年齡的降低與否 應該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一個議題 好這是我們關於投票年齡的 在上禮拜談到政治平等的部分呢 做一個補充 所謂的普遍選權 普遍選舉權原則的話 事實上這個所謂的平等權 事實上他整個世界的民主化潮流 是一直在與時俱進的 好這是我們必須要特別的注意 好那 今天這個部分呢 我們最後所討論到的 各位看到103頁 最後面部分 所舉出的第10項 代議民主的特徵 就是所謂的新聞自由 那麼 我想這也是幾乎是所有我們所看到的世界上所有的國家的一個 普遍存在的一個狀況 如同課本我們看到103頁倒數第三行所說的 一個獨裁的政體 他不太可能能夠容許 好所謂的自由 以及所謂的批判性的 一個所謂的大眾傳播媒體 所以很有趣的是 有許多的一些學者 他們來判別一個國家的 民主程度 好 一個國家你 是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不是說自己說了算 一個國家是不是真正的民主 其實一個很明顯的一種判別指標 或很輕易的判別指標呢 就是來檢視這個國家的媒體對於政府的批判程度 好 那麼 如同 我們這個 看到這個課本這邊請各位 翻到104頁 第一行 這邊所說的 No criticism No democracy 沒有批評就沒有民主 所以呢 這一次是說什麼呢 就是許多的學者 其實看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很簡單 好 你不用看天花亂罪 一大堆學術系的文章 你只要去看著 翻翻 找到這個國家 翻翻這個國家的報紙 這個國家的報紙上罵 政府罵得越兇的 就代表這個國家是越民主的 當然這種說法是有點這個 武斷啦 但是事實上也是一個很有趣的指標 你看看凡是民主的國家 其實報紙對於批評 政府是不留情面的 但是你走到一個國家 你發現報紙呢 頭條都是在歌頌政府的 偉大政績的 那個國家很難是一個民主國家 好 當然你說難得政府做的都不好嗎 難得都不值得說嗎 當然是值得的 但是事實上的話 我們知道的 其實媒體報紙 天生的就是一個反對者 就站在監督政府的立場 當然 我想各位高中都讀過 很多人甚至呢 把媒體視為叫做第四權 對不對 那麼 所以說他們對於政府的批評 站在政府的對立面 似乎是所謂媒體的一個 所謂的天職 好 很少一個媒體 在民主國家裡面 是專門是以歌風送德 好 來讚揚政府政績 為他們主要的一個職責的 政府當然有做了好的地方 也有做了不好的地方 但是媒體的責任 事實上就是把不好的地方 點出來 我們所說的就像著目鳥一樣 那麼 他是專門要吃樹裡面的害蟲 所以這才是一個媒體的一個 應有的一個責任 所以 其實這一次可以來檢驗 隨民主跟獨裁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凡是獨裁的國家 那麼 無論是電子媒體也罷 或者是平面媒體也罷 基本上 大概政府都是作為 媒體大概都是作為政府的 傳聲筒的 角色 那麼 但是越走向民主 其實 媒體批評政府所佔的比例是 越高的 以台灣來說的話 我想我們 各位可能沒有這種經驗 你們都生長在 已經從民主化到民主的國家 像我們小時候 那個報紙 打開來 我們小時候的報紙就三大張嘛 哪像現在的報紙多到你看不完 對不對 你15塊錢買一份蘋果 大概很少人把它看完 太厚了 以前的報紙就三大張啊 從頭念到尾也不用花多少時間 然後呢 任何的報紙 甚至電視新聞 頭版 或電視新聞的前幾條 好 都是來歌頌政府的偉大德政 對不對 像電視新聞 第一條一定是 我記得小時候 我們的行政院 蔣副院長 去今天去參觀了什麼地方 好 對當地的什麼什麼什麼建設 表示讚揚 就是這種新聞 後來 後來 頭條新聞第一條變成 行政院蔣院長 好 去巡視什麼什麼地方 表示 表示欣慰 又過了不久 變成 蔣總統敬國先生 去視察某某人 反正 看蔣敬國做什麼位置 他就是第一條的欣慰就是 那當然這個情況 如果各位去中國大陸 看現在的新聞也是如此 大概前幾條 大概都是一些政府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 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啊 他們今天的一些活動 這個從 這個主席 這個到這個總理 到什麼什麼人 一大堆的這些人的 參訪精神 這都是頭條新聞 事實上沒有什麼太大的新聞價值 其實我們台灣過去的如此 可是到了現在 你看看台灣的媒體打開來 很少說是 這個今天 馬英九去視察什麼地方 作為頭條 或者是什麼 行政院的江院長去看了什麼什麼地方 作為頭條 我國又完成了什麼什麼東西 大概這種新聞就會比較少 大概就是批評居多 當然這樣的新聞也會讓很多人 從威權走向民主 會覺得 不太能夠接受 其實我想不只是台灣啦 在美國也是如此 比如說 各位 看一下104頁的第二段 在那邊說 就算是美國 有很多人說 好像媒體整天就要唱衰政府 每天就要罵政府 對不對 這種情況好像不是很好嘛 政府也有做得對的地方啊 好像媒體自然就是 每天就要仇視政府 政府所作所為都是不對的 好像這種情況之下呢 會容易 這個說是破壞了政府的威信 同時呢 也這個 這個讓國家的整個運作 會產生一些困擾 當然即使是在美國 也有很多人認為 媒體不應該整天就站在 這個 這個批評 反對的這種角色 總是要 說點好話嘛 但是我想 這個其實對於任何國內新聞 媒體從業者而言的話 我想他們的 立場還是希望是以批評的角度 居多 當然我們希望他的批評不是 惡意的批評 不是謾罵 不是沒有證據的批評 但是呢 如何的指數政府 施政的缺失 當然是蠻重要的 當然另外一點我想如果 各位 未來 說不定在座同學也有未來 會從事 所謂的這個 媒體新聞的工作 其實我們所說的媒體 一個自由的媒體 成為民主政治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徵 那麼其實 媒體也被稱為第四權 其實最重要的基礎 還是應該 建立在 媒體自己的 專業倫理 跟他的所謂的這個 自律之上的 一個媒體 你會受到民眾的一個信任 那麼你能夠發揮 比較這個重要的監督角色 其實你所謂的 這個專業倫理還是蠻重要 我們所說的專業倫理 就是說 你的這個引述的事實 是不是有查證 等等像這些事情 你是不是站在專業的角度來 批評一些事情 你是不是 真的能夠做到所謂的 平衡的報導等等 然後另外就是自己的自律 一些自律的一些基礎之上 因為是媒體能夠 尊重自己的專業倫理 能夠有自律的精神 它所能夠發揮的 媒體的功能 在民主國家裡面 才會為人民所肯定 那當然目前台灣的媒體 我們只能說 並不是那麼好 但是我想 基本上 我們從威權到民主的過程裡面 大致上而言 台灣的媒體 站在一些監督的立場上 我想 還是有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好 當然有一些情況是 可以值得來 檢討改善的 但是大致上 我們還是認為 我們以所謂的 批評政府來 衡量一個民主國家的角色而言的話 我想這一點 台灣的 所謂的新聞自由在這一方面的話 應該還是扮演比較 多的 具有正面性的一些功能 甚至我們看到 最近的很多重大的弊案 也都是由媒體所 揭露出來的 對不對 我們從調查局 到這個所謂的情治單位 到這個什麼 這個廉政 廉政署 一大堆單位 但是呢 每每重大的弊案 還是由媒體所揭露 可以看得出來其實媒體 作為這個政府的防腐器 它還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個正面的意義 當然它還是有值得改進的空間 好 這是我們 對於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代議民主 或者說所謂的民主政治的一些 所看到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這個特徵 那麼 當然我們說過的這些特徵 並不是說 所有的國家 要完全的符合著十點的特徵 才算是所謂的民主國家 我們一直說過 它一直朝 就是這是幾個重要的原則方面 來這個 努力的去達到 但是呢 這並不是一個非常容易的一些事情 這些條件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標竿 所有的國家都希望 能夠朝那一方面做 但是呢 大致上 大致上符合這些要件的話 我們就可以稱為它是民主的國家 這我們等一下呢 談到所謂的獨裁的部分 還會做一個對比來說明 那麼 但是呢 即使如此 我們看看下一個小節 好 所謂的民主的實踐 好 這個所謂的這個 精英主義或多元主義 我們發現呢 好 就算很多國家 大致上都符合了我們剛才所說的一些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徵 但是呢 另外一些學者 他仍然強調 就算是民主國家 政治權利 所謂的political power 那麼 事實上呢 還是很難 怎麼樣 能夠平均分配在每一個人的手上 我們時常說 民主嘛對不對 就是所謂的政治平等啊 對不對 一人一票啊 然後呢 都是所謂的多數統治啊 那麼要符同多數啊 等等 但是即使是如此 我們也知道呢 即使是在號稱最民主的國家裡面 政治權利呢 依舊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上 似乎這是一個很難避免的事實 那麼 政治權利的分配是極度 不平均的 大多數的民眾 他只有掌握少數的政治權利 而 少數的精英 他是 事實上 卻是掌有 絕大部分的權利 那麼 大多數的民眾 他只是掌握少數的 甚至只是好幾年才行使一項 所謂的選舉權利等等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事實上我們了解呢 這是一個很難避免的一種現象 所以呢 當然有些學者會指出來 不管你談民主 理論 從古典的民主理論啊 等等 談到現在 無論是獨裁國家也罷 無論是民主國家也罷 事實上真正掌握權利的 事實上真正在治理這個國家的 終究仍然是少數的精英 好 我們這個稱為叫做政治精英 好 我們稱為這叫做Political Elite 或者是Political Elite 他們才是真正掌握了大部分時間 掌握了大部分的這個政治權利的 因為呢 我想我們剛才所說的 無論是民主國家也罷 無論是獨裁國家也罷 這才是政治平常運作的常態 大部分的決策 是由少數的政治精英所做的 而一般的民眾 事實上他們只能怎麼樣 接受這些精英所做的決定 好 那麼他們很難能夠真正的 最後做決定 那既然如此 如果搞了半天 政治權利仍然是掌握在少數精英手上 那民主跟獨裁到底有什麼差別 民主政治是可能的嗎 當然這是一個長久存在於政治學裡面的一個辯論 那麼如果精英的存在 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的話 那麼到底什麼叫民主 好 到底什麼叫 什麼叫民主 那麼 當然這邊所提出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 關鍵 各位看到這一段的第五行這邊所說 the key 這個主要的爭議呢 就是how much at least are accountable 這邊accountability accountable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呢 爭議的主要論底就在於說 民主跟獨裁的差異就是 這些精英是不是accountable 是不是可苛責的 換言之就是說 他是不是 要對人民負責的 好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差別 換言之呢 我們所看到的獨裁國家裡面 政治權利的確是掌握在精英手上 而這群精英事實上是不需要對人民負責的 但是呢 在民主國家裡面 當然我們還是同意 權利是掌握在精英的手上 但是重要的關鍵是 精英是可被苛責的 他們是負責的 我們有一些機制的設計 使得這些掌握政治權利的精英 他必須對人民負責 當然對人民負責的方式有非常非常多 比如說定期的透過選舉的方式 不定期的像是罷免 甚至我們台灣現在在 弄得如何如荼的公投等等 好 都是逼迫精英 他必須在相當程度上 必須要對人民負責 報紙的評論啊 等等批評啊 等等 都是一種負責的機制 當然各位在行政學會談到 各種什麼水平的負責機制啊 水平的苛責啊 垂直的苛責啊 等等等等 但是anyway 這些掌握政治權利的人 他們是accountable 他們是可負責的 好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當然尋著對於一個所謂的 政治體制裡面的精英 他可苛責性的多寡 好 可苛責性的多寡 那麼基本上就是傳統的 我們所說的精英主義 好 跟多元主義的一個 好 所謂辯論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分界點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對於所謂的精英主義 跟多元主義呢 做進一步的介紹 那麼這邊我們先從幾個代表性的容物呢 來開始介紹起 那麼精英主義 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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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分別的介紹四位學者 一個莫斯卡跟米奇爾 這是所謂的精英主義的重要的學者 都是二十世紀早年的一些學者 那麼後面的多元主義的 我們這邊也介紹兩位當代的政治學者 一個是都是美國的學者 一個叫做Robert Dahl 道爾 另外是這個里帕特 他們的一些論點 這是我們接下來對於所謂的精英主義 跟多元主義的一個介紹 我們透過這些學者的角度 來說明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性 那麼當然所謂的精英主義 最早提出來大概都是二十世紀初年了 當然也有人說其實早在馬列 馬克思時代就已經提出所謂的這種概念 就是從階級的角度來看 馬克思的話就是把少數的 當然他是從所謂的經濟決定論 少數的財富權力是集中在所謂的資本家 大部分是普羅大眾 這是無產階級 這也是一種階級 但是比較放在政治學裡面的話 還是這個二十世紀初年這個莫斯卡 各位看一下 104頁的倒數第二段這邊所說的 他是一位意大利的學者 是從1858到1941 這位意大利的學者莫斯卡呢 那麼他是算是早期最早被認為是所謂的 精英理論的代表性的人物 就如同這邊一大段的寫體字所描述的 那麼簡單的說呢 他認為古往今來所有的各種形式的社會 基本上呢都可以透過兩種階級來加以分析 一個就是所謂的統治階級 另外一個是所謂的被統治階級 統治階級跟被統治階級 統治階級掌握了絕大部分的權力 那被統治階級人數雖然比較多 但是只是接受統治階級的一個統治而已 所以莫斯卡算是早期的 我們所說的 這是二十世紀初年早期的一位著名的 所謂的這個精英主義的代表性的人物 他是從這種階級 統治跟被統治的角度來分析 當然這對於政治學有很大的一些影響 那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學者 是德國的學者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談到的就是Robert Mitchell 也就是一百零四頁 各位看到最後一段 這邊所提到的 那麼Robert Mitchell呢 他比莫斯卡稍微年輕一點 但是過世的卻比莫斯卡來得早 大概都是二十世紀初年的學者 那麼Mitchell呢 他這位德國學者當然提出來 最有名的一個理論 或是說學說 就是所謂的寡頭鐵律 各位所看到的一百零四頁的 倒數第五行這邊所說的 所謂的這個 倒數第六行 Iron law of oligarchy 有点深刻的一百零四頓 對不對 對 非常詳細的國學者 字幕提供 那么 这位德国的学者呢 那个Robert Mitchell 那么他是研究 当时 各位我们以前曾经讨论过就是 二十四季初年德国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政党 就随着德国的社民党 社会民主党 我们上一期说过这个 所谓的进化的马克思主义 跟革命式的马克思主义 进化式马克思主义就是 他们后来呢 认为可以通过体制内的方式 对不对 来选举的方式 进入政府来实现马克思的主义 那么这个所谓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 一个号称就是要这个 打破阶级 对不对 无产阶级要专政的这样子一个政党 然后透过体制内改革来实施 所谓的这个 社会主义的这个理想 这样子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一个 党内的组织结构 那么米奇尔呢 这是他的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书 叫做Political Party 1911年出版的 这是早期的 早期的研究所谓的政党 非常重要的一本经典的著作 那么 所以米奇尔呢 他是等于说开创了 研究政党内部的一个先河 就是他观察德国的 号称民主的 号称就是追求民主的 这样子的一种 德国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所谓的这个 政党组织 这个社民党的组织 结果呢 他最后的结论是 就算是这样子的一种政党 他的组织结构 标榜了民主 但最后的统治 仍然是操住在少数人的手上 就是他的这个政党内部呢 仍然是一种所谓的寡头 寡头的治理 仍然掌握在党机器 最后还是掌握在少数几个党的领袖手上 好 标榜的民主 但是实为寡头 还是寡头 所以他后来呢 根据他所研究的 以这个所谓德国社民党出发 研究各种的这种组织形态 事实上他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 提出很有名的寡头铁律 这个所谓的 Who says organization says oligarchy 一谈到所谓的组织 他必然是寡头 你说什么民主 大家一起来参与等等 共同治理 事实上他认为很难 当然各位 你也不妨回想一下你们的周遭 从小到大 你不要说实际的政治组织了 包含你们所接触到的 各种学生社团组织 等等等等 是不是到最后都是寡头 少数几个人 这个社长几个干部 号称社员几百人 但事实上真正就是几个人 五六个人在运作等等 其实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不只是说学生社团等等 其实包含了像是 这么重要的政党组织 你说像台湾 国民党 民进党 喊了这么久 要党内民主 动不动就批评说 这个是什么 党主席的权威那么大 我们要实施党内民主 一切要由下往上 可是事实上呢 一百年前 然后米切尔就告诉你了 很难啦 都是oligarchy 都是寡头 那么 所以呢这是一个 似乎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一种现象 任何的组织形态 到最后的寡头治理呢 似乎从米切尔的角度的话 那么他们都是一种寡头的治理 所以我们说过呢 从早期的莫斯卡 到这个所谓的米切尔 大概都会归纳出 所谓的这种所谓的民主 或者是独裁也罢 一个人的一种组织 人的尤其是这种政治组织的话 最后政治权力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上的这样子的一种观点 当然这样子的观点 是不是意味着 那民主政治还有可能吗 那什么叫民主吗 如果任何的统治形态 到最后还是寡头 那根本就不要谈民主了嘛 所以呢当然这个 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说的这种 所谓的这个 精英主义提出来之后呢 的确在政治学里面 产生了很重大的一些 所谓关于民主理论的一些辩论 那当然后来的一些学者 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后的一些学者呢 渐渐的又提出一些修正的角度来看 那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我们等一下介绍的 刚刚查掉 Robert Dow 道尔 目前还活着 已经很大年纪了 那么这个他是1915年出生的 98岁了 快100岁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下他 像道尔这些学者 后来的一些二次大战之后的学者 他们出现 他们也承认 像道尔他们也承认 精英的存在 似乎是一个不可能避免的一种现象 但是他跟前辈的 这些精英理论学者最大的差异是 他认为精英的存在 或许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重要的关键在于说 这些精英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字 account accountable 所以他提出的时候 accountable elites 所谓的负责精英的这样子的论述 精英它的存在是很难的 这个避免的 但是重要的关键在于说 这些精英是必须对大众负责的 如果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能够建立的话 所谓的民主政治还是可遇的 还是可以来达到的 那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种角度呢 那么 所以我刚才说过呢 道尔这些后来的一些学者 他们对于精英理论呢 做了一些修正 那么 主要的关键就在于 所谓的accountability 所谓的负责的这种 角度的提出 举例来说 他们会强调几个重要的概念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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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